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市政府就收到了四通快筛阳性的通报 经过PCR后接确诊 市长林又昌认为起到了防堵病毒的效果 基隆爱新筛检14首日 搜索民众踊跃 仁爱区29个理共发出了4240剂快筛4剂 结果通报四例快筛阳性经PCR后接确诊 快筛阳性率达100% 金融市长林又昌认为 已经达到防堵病毒传播的效果 昨天开始执行这个爱新的筛检 其实是有成果的 昨天有四个通报进来 我们安排了PCR的一个裁检 四例都是确诊 所以快筛阳性之后的裁检的阳性率 PCR的阳性率昨天是100% 那我们也立即启动相关的一个处理程序 所以其中昨天有三位 我们是立即已经收容在这个集中的检疫所里面 那这四例里面呢 这个有两例 我们是可以找得到关联性 不过整个的一个疫调呢 还在进行当中 那可以看得出来昨天的爱新筛检的成果是有的 因为可以找出大概有两个 这个不明的一个感染来源 那让我们能够立即的采取措施来阻断这个传播链好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观察下去 市例确诊病例中有两例感染源不明正在进行疫调 还有基隆市政府同人也确诊 刘昌强调 基隆市政府已经做好相关防疫措施 市政推动不受影响 这个部分本来就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的程序 我们其实一大早的时候就已经启动 这个分流的一个机制 然后另外也会针对这一名同仁 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疫调 那因为市政府是属于重要的 这个关键的基础的这个建设 所以我们要确保市政府能够 这个顺利的一个运作 也能够让整个的一个公务的一个进行 能够持续下去来服务市民 所以这部分在去年前年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程序 就照的这个程序来做 至于有民众反映 各里发放的快塞试剂数量不足 刘昌强调 基隆爱新筛检不完全是为了清零 而是为了让病毒传播速度实质 因此将医计划继续发放 发完为止 现在很多都是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 这个快塞的一个试剂 其实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成本 让自己去知道 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这个也是我昨天在说明 这一项爱新筛检的一个目的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提升民众自主健康 监测的一个能力 那其次才是我们能够去找出 感染源的一个黑素 或者是不明的一个感染源 然后在还没有起掉 启动这个疫调之前 或者是他还没有来做 PCR采检之前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传播链 把它框住 然后把它阻断 那这个不完全是为了要清理 而是说 让整个病毒的一个传播的速度 能够因为这样子而被辞制 刘昌补充表示 这项计划的执行效率颇高 4月5号晚上的通报案件 从民众电话连线 到安排防疫计程车 及完成PCR检验 平均约两个半小时 到三个小时及完成 速度非常快 以让金融市政府 可以及时展开行动 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链 阻止疫情继续在社区扩散 记者张琪腾 金融报道 而金融爱心筛检实施 第二天下午 结果出炉 通报快筛阳性的有6例 再经PCR确诊的有4例 其中一名女性确诊者 是金融市政府的员工 对于民众的反应 快筛事迹的数量不足 林又昌表示 要等到4月8号 看各区索取的情况 再进行滚动式调整 金融4月6号新增26例确诊 多为原有群居案 匡列居隔应转阳 包括小吃店 工地 教会 物流及防众等 其中感染源 带离青有两例 还有一例是 与确诊者足迹重叠 而社区筛检站 设立资金 阳性确诊率 为千分之4.41 10天以来 我们在社区筛检站的 这个阳性率 平均到目前为止是4.41 千分之4.41 对不起 是千分之4.41 那目前居家隔离的人数有多少 刚刚说明过是2273人 那是比昨天减少9个人 那基隆市的医疗能量 目前状况怎么样 我们医疗能量的一个整备 原本是规划是63室100床 63室100床 那目前是 还剩下27室45床 基本上目前的量能 是足够的 一户三张 可以带领别户 每户是三张 可以带领别户 至于基隆爱新筛检活动 在4月6号迈入第二天 七鲁区20个里 上午共发出了 5165G快筛试剂 民众索取踊跃 其中百福里 甚至出现大牌长龙的情况 结果下午通报 6例快筛阳性 经PCR后有势力确诊 确诊者中 有一名为基隆市政府女性同仁 基隆市长林又昌 说明初步意料情况 第一例是一名男性 那他是陪太太 之前几天前曾经陪太太去医院急诊 不过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做PCR都是阴性 那这几天来 他觉得还是持续不舒服 所以这个在 他做了这个快筛 然后这个我们进一步 裁检之后是确诊 那另外第二名也是一名男性 那他是没有症状 没有任何的症状 他是陪女朋友到女朋友家 然后这个女朋友家里面的家人 有人确诊 所以他也自己做了这个快筛 然后进来之后 我们进一步做PCR的裁检 也是确诊 另外是今天上午 我们有新增加另外一名女性的同仁 那第四名是一名男性 那目前正在疫调当中 另外4月5号 基隆爱新筛检检出的 私立确诊病例中 有两名女性是同住友人 疑似与工地群聚案有关 有一名是这个男性 他是在台北上班的一名男生 另外有两位 他们是同住的女性友人 那这个经过我们初步的一个了解 跟调查 这两名同住的女性友人 他是跟前面所报告的 中正区的某工地 所衍生的社区群聚案有关联 所以这两例 他基本上是 这个我们是比较清楚 他的来源 是跟这个工地衍生的社区群聚有关系 那另外第四例是 我们本府的一名女性同仁 至于大家关切基隆爱新筛检发放的快筛 试剂数量不足是否会再增加 牛耳昌也做出回应 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看各区的民众所取的状况如何 那如果踊跃的话 我想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 发放的一个规划 也在这边跟大家做报告 请放心 那未来是否向中央争取 我想卫福部也曾经说过 如果地方上有需求的话 那因为这个专案计划的一个执行 我想我们会进一步来努力 那不过整个的一个计划 是希望能够为台湾未来 我们要走向国际的接轨 能够进一步正常化 我们希望这个五天的一个时间 把它乱过一遍 把它乱过一遍 那我们也把整个执行的一个情形 会把它做成一个科学的一个分析 那把它提供给我们中央 作为后续的政策参考的一个基础 牛昌再次呼吁还没施打第三剂疫苗的市民朋友 赶快前往各医疗院所预约施打 提升自我保护力 以避免新冠病毒侵袭 记者张启辰 记者张启辰 记者 另外七堵区复明里反映 里内有1000多户 却只分到300多剂 里长吴明宗和市议员张耿辉 都希望市府可以向中央争取足够的试剂 基隆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发放爱心快筛试剂 4月6号早上轮换到七堵区各里发放 赋明里一大早就排着人龙等待领取 不过里内有1000多户 却只分到300多剂 里长吴明宗和市议员张耿辉 都希望市政府可以向中央争取足够的试剂 这里这里统统1600多户 结果这里发360多户 所以我现在来 让他们先来先发 但是我一定会看到 是不是在本地的 市里也一倍交代 所以发完为止 不然现在说到300多户年 组织没做 怕不够用就对了 一定没够 好像一千六百户 我三百六十五户 要不然一户也没有一户 以复数来讲的话 是1168户 那这一次他们总发了 大概有385剂 那话又说家里面都是一口来讲的话 他有些一口大概几个人 大概五六个人也有 他只能分一剂 那其他的人他还是要防疫 既然是前面防疫的话 我想中央择护旁贷的 在整个剂量方面要 前例的来支持各省市 以免说家人中有五个人 他只能拿到一剂 所以这样的话 还没有拔到我们前面来防疫 所以在这边我也呼吁 我们市政府卫生局 积极的来向中央争取 里面们都拿着身份证依序首部消毒后 进到里面活动中心 领取快筛试剂非常有秩序 市议员张耿辉和里长吴明宗 也呼吁里面拿回去后 可以确实使用 如果快筛是阳性 记得联络卫生单位 做进一步PCR检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耗资8000万元的中山非营利 幼儿园校舍正式启用 三层楼全新的校舍和设备 以及宽广的教育环境 成为2到6岁小朋友的山海秘境 坐落至高点俯瞰美丽的西岸基隆港景 坐拥摆平彩色跑道花园 如果不说没有进来参观 还以为来到基隆市中山区 拍照打卡的私房景点呢 不过走进屋内 一群小朋友和长辈 以及议员们正在开心地 跟着老师运动跳舞 就知道不是私房景点 而是耗资8000万元左右新建 一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山海景色 由基隆市政府委托伊甸基金会 经营管理的中山非营利幼儿园校舍 正式启用 我们看得到远部的青山 跟靠近的绿色的森林 对小朋友来说 这一个环境是非常适合孩子的 那我们伊甸基金会呢 承拦这个中山非营利幼儿园之后 我们希望呢 带给社区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有优质跟平价的幼儿教育 每层楼大约150坪左右的超大学习空间和全新设备以及电梯 都让来参观和大小朋友们互动的议员里长以及社区理事长 参赞不已 更认为除了收脱幼儿之外 也非常适合成为长者和小朋友 共同学习老幼共学的好地方 我想说这地方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我觉得这面积非常的大 让孩子 让我们中山区的孩子们来这边 等于是他们的基础的 初学的一个教育的地方 我觉得是 真的让人家觉得蛮舒服的 我想只要我们中山区的小朋友 这是一个公拜名的 那个幼校 希望大家家长可以来参访 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安心的交到这里来 小庄在于市议会 也一直在争取 像我们未来的中和国小 未来就是一个老幼共学的一个学园区 包括我们的托婴托老 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老幼共学非常的行 一般的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 可能讲 希望说他们过马路注意安全等等 可能比较不会听 但是阿孙跟阿公阿嬷讲 可能阿公阿嬷马上就听话了 这是一个老幼共学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家长更放心的去上班 然后尤其是我们中山区域幼儿园 应该是我们目前金融市最美的幼儿园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可以让我们不管是小朋友 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外 甚至可以让长辈来个老幼共和 长辈也可以同时来到这边 那不管是小朋友也好 或者是长辈也好 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当好的教学环境 也可以让我们不管是金融市 或者是社区老幼共农 然后社区也发展得更好 小朋友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家长们看到场地这么好 然后又今天又带着我们老幼共学的 这种心态来这边 所有的家长们看到场地 所有的设施设备都做得相当好 然后很感谢园长在今天邀请大家 一起跟小朋友来来参与这个活动 不但一二楼学习活动空间宽敞 三楼规划成为小小朋友睡觉的卧铺 大到可能不太敢相信 规划可以招收150位小小朋友 目前只收到80位左右 跟我们预约来参观 我们会在4月22号开放 让家长来到园来参观 来了解我们这一间森林的幼稚园 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的有经验 而且都是幼保科系的 非常的有耐心 他们会陪着孩子一起从玩中学 想要让小朋友们入主这个山海秘境 无忧无虑学习成长吗 没有学区限制 就等您带着孩子来加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有一位来自波兰的女医生 中文名字叫做蔡一佳 为了爱来到台湾 和台湾也是牙医的先生结婚 苦读中文 利拼国考 考上了台湾的牙医执照 蔡一佳说她超爱台湾 也被病患称作最美的医生 替病人细心的检查牙齿 用流利的英文跟外国病人沟通 医生一转头 立刻用中文跟护士确认工作流程 这位中法碧眼的美女医生 中文名字叫蔡一佳 英语国语双声道 来自波兰的她 面牙一戏认识了台湾男友 实习结束之后 男友跨海追爱 到波兰求婚 蔡一佳嫁来台湾之后 努力学习中文 还通过了台湾牙医国考 中文真的很难 因为写字真的很难 然后看字我也不懂 可是就慢慢学 每天写好几个小时 以后就去考个台湾的国考 牙医国考 然后第一次没过 可是第二次过了就很开心 然后就可以开始实习 在台湾实习也不简单 我在上海医院认识了很多 很好的医生他们帮我 跟病人叫我怎么跟病人聊天 怎么说话 然后以后我就结束了 然后去考第二段那个考试 对 因为我觉得最难得的是 就是他要考国考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的亚类师国考都是中文 那也都没有英文翻译这样 那他也很辛苦 然后其他中文都是他自己学的 我都没有教过他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自己就是看 翻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翻 然后慢慢念这样子 对 那就是第一次没过 然后第二次再考过了 然后又到医院去实习 实习也很辛苦 因为毕竟就是人生第一步手 然后我也没办法在旁边陪他 然后结果就一个人在医院这样子 鼓勤奋战这样 目前夫妻俩在基隆的诊所一起工作 顺利通过实习开始职业 也被病患称为最美的牙医 但蔡一家谦虚的回应 身为医生 最重要的是对病人的关爱 在波兰也要考个波兰文的考试 所以也非常困难 因为波兰文真的很难 然后我就决定来台湾 因为台湾我觉得是很好的地方 我超爱台湾 我觉得天气好的 然后有海 有山 很漂亮 然后很好吃的 这样子 大部分跟台湾的病人沟通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完全都不怕外国医生 然后有时候 他们已经坐在椅子上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话 他们突然 这样回头 然后就 你是外国人 然后就开心了 来台多年 按相随 拆家努力学中文 融入台湾 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媳妇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导 基隆此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此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来到此云寺 直角求发财规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此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基隆市的疫苗接种率是台湾本岛第一 第三剂的接种率已达54% 而确诊个案几乎都是无症状或是轻症 无疑种症 市长林又昌说 未来国家的防疫政策 如果是要朝向国际接轨 逐步走向开放 那一定要有新的思维跟做法才行 不然一直做PCR成本也很高 如果一确诊就要隔离 那怎么跟国际接轨呢 林又昌市长说 我们基隆愿意来帮台湾做一个示范 为后疫情时代尽一份力 研究出类普塞的成功运作模式 相信可以有效地来度过这一次的危机 再带你来看 基隆有两名男子到仁爱市场 一家兼卖衣服的彩券行 杨诚要买衣服 却趁老板娘去拿衣服的时候 搜刮彩券行内十本 共计20万元的呱呱乐彩券 扬长而去 而在附近一间早餐店 也发生了手法相似的窃案 警方已锁定嫌犯 全力气不中 大闭远警和监事人员来到彩券行 仔细地寻找竹石马鸡 因为就在前一晚 这里发生价值20万元彩券的失窃案 情况就是我哥刚离开 就是他应该在这边等候很久 我哥刚离开 然后他们就进来 一个把你支开 一个把你支开到旁边 说他要看衣服 然后一个进去就把画面都删掉 线给你拔掉 后来怎么发现的 后来就是他们都离开之后 他有来买衣服 真的买了一套衣服 400多块 然后离开之后 我少是进去看 臭地的光热都不见了 30号傍晚6点多 两名中立男子 假装来买衣服 其中一人指定要看 店外汽油上的衣服 采券行老板娘不宜有她 才离开收银机不到30秒时间 就发生窃案 年纪应该大概也40几岁左右 对啊 然后头发不长 他表现得很落落大方 对对对 怎么说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防 因为没有发生过 不会去注意 因为这里也是会有男生的客人进来 拿衣服或是看呱呱乐什么的 所以没有那种防备的心 事后老板娘才发现 抽屉内的十本呱呱乐 竟然不翼而飞 准备钓鱼监视器才发现 店内的三支监视器 根本没有录到画面 整个都破坏掉啊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用 你们都看不到就对了 对啊 连前面的都会掉 30日晚间18时许 在二二路一间采券行 两名窃嫌为主 一人支开老板娘 另一人绕进柜台 窃取十本采券 面额200元 店家总计损失新台币20万 目前警方已锁定 两名窃嫌全力查期中 而邻近的早餐店 17号也发生同样类似窃案 老板娘当时把包包放在箱子后方 却被一名陌生男子进来 直接把包包拿走 而整个过程都被店里监视器 拍得一清二楚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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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上衣男子一个人跑进店家 看到店内没人 还大胆的跑去厨房探头 确认店家在上厕所 竟然找来同伙 穿着外套上来 锁定放在桌上包包 直接塞进了外套里 负责把风的 看到店家追出来 还很淡定的说 自己身上没有包 行径相当嚣张 现在店家po出了监视器 希望窃贼尽快落网 提醒附近的店家 要特别注意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祝您一切平安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未经许可选渲 未经许可逼